欢迎打开罗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洛基恐怖秀 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这部电影改编自 Richard O'Brien的英国音乐剧 在1975年上映 有着Coffing之王的称号 由Jim Sharman指导 洛基恐怖秀虽然有着诡异的写信场景 但是其实 一点也不恐怖 真正恐怖害人的 而是他里面脱续多元的性元素 剧情叙述刚订婚的一对男女 Brad和Janet 因为车子故障的关系 求助于附近的一栋古堡 进入之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古堡主人Frank 他疯狂的科学行径 以及令人感到诡诀的变装癖 使得这对情侣分别受到诱惑 或者说开发 也让他们看见了自己身上可能从来不知道的另外一面 这部电影非常的特别 除了剧情之外 他观赏的方式也是相当特别的 就像是去年造成轰动的台北物语一样 你不能只是在电影院里面正经为座的看电影 你必须跟着所有的观众一起参加这场派对 跟电影当中的人物对话 一起唱歌跳舞 甚至是洒水丢东西 必须要这样子进入失序的情绪 你才能体会洛基恐怖秀它迷人独特的魅力 而且就像是参加一场派对一样 你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打扮 最好你能弄得像是电影当中的人物一样 这部电影各种光怪陆离 性错乱放荡主义的诡异剧情 让他一直有着一批热情的粉丝疯狂地膜拜这部电影 也让洛基恐怖秀它成为影响力非常大的次文化代表 到2018年的今天都是 时常有人扮演片中的角色或者是引用当中的经典台词 像是《壁画男孩》这部电影当中 就有一段洛基恐怖秀的演出 还可以看到妙力在里面唱着苏珊沙兰登当年那一首非常不良的歌曲 touching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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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I want to see dirty 格力欢乐合唱团也在第2季当中 有一部特剧来致敬《洛基恐怖秀》 这部电影让小众文化的力量大放异彩 事实上它在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 票房是奇惨无比的 一直到进入了类似恶伦电影院的午夜场电影 他才得到起死回生地步 他才谷底重生 魅俗文化还有当时流行的庞克摇滚 影响了这部电影当中人物的造型还有装扮 这些形象一直延续到我们后来看的 蜡笔小星或者是海贼王 都有类似的人物登场 这些看起来很疯狂惊世骇俗的内容 还有性议题 看起来很不良 很不遵守交通规则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事物的存在 甚至是存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中 或许也只是还没遇到这样子的时刻 这样子的机会 来到一场狂欢 让自己解放出来 重新认识自己 这是一部非常好玩 非常有趣 极度荒谬又带点性感的电影 会特别做一支这样子的影片 介绍洛基恐怖秀这部电影 是因为我受到今年洛基恐怖秀 万圣狂欢场的主办单位的邀请 要赠送各位观众朋友两张门票 去看这部时尚最长寿的电影 时间是10月27号的晚上9点 地点是台北京华城的西满客影城 听说票券是已经售完了 如果你也想要参加这场盛会的话 那就请你到我的脸书专页 罗比频道的粉丝专页去参加这场抽奖活动 1.请在抽奖活动文章的下方留言 2.tag一位朋友 3.帮我的粉专按赞 然后我就会在10月21号晚上的直播当中 抽出一位得奖者 想要参加今年洛基恐怖秀万圣狂欢场的你 赶快把握机会到我的粉丝专页上面 去参加这场活动吧 祝你得奖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牛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